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alward XA60 豪华品牌的中型SUV 它肯定是不得不提 销量的话 它基本上在5000台左右 也就是说仅比BBA稍微差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形 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 家族式的雷神之随大灯 直铺式的中网 以及那个维京战斧的尾灯 对Walward XA60来说 消费者最关注什么问题 我觉得绝对是在 车内 走 我们去听一下 其实还好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听到明显的那种 低频共振的声音 我个人的耳朵可能不一定听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说消费者非常纠结的话 可以自己到店里面 亲身坐在这个车里边 自己来 实际体验一下 对于Walward 品牌来说的话 它最主要的标签 我认为是两个 第1个是安全 第2个是环保 这一点我们做进 XC150的车内 这种感觉 立马就出来了 首先第1个 整个车内 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 它的味道都来自于 比如说皮质 木纹的 本身材质的一些味道 第2点的话 也就是Walward 引以为傲的 城市安全系统 这怎么说 在最低配 也就是两驱的车型当中 它也全系标配了 比如说主动安全刹车 然后车道偏离异景 然后车道保持 等等 一系列的 主动安全系统 这一点的话 如果说我们在 其他豪华品牌 比如说奥迪 K5W 它是需要加钱的 然后其他品牌 可能只有在 高配 或者说顶配的车型里面 才会给到这些东西 我们再说一下 它类似的一些 细节的亮点 XC150的中控屏 它是一块 数屏 9英寸的数屏 但是这块屏幕 能显示的东西 还是特别的多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 城市安全系统 所有的东西 都在里面有所显示 然后反应的速度 我觉得是非常的快 还有一点我个人认为 非常有用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家里 长期有两个人 换着开这台车的话 XC60它是全系 标配了驾驶席的 记忆功能 这一点的话 两个人换着开车 特别方便 深有感触 后排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腿部空间 两拳多 这个空间 我觉得完全是OK的 我个人觉得 它的后排有几个亮点 这个地方的出风口 大家都有 但是这里 可以吹脸 这个舒服的多 我在后排发现一个 男人肯定很喜欢的 小机关 看一下 我的私房钱 看 这个操作 目前我从销售那边得知的信息 这个版本的车型的话 它的优惠幅度 非常的大 基本上店内的优惠在 8-9万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30万能买到一台 2.01T的高功率 四驱 沃尔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性价 真的是要比 BBA高很多 Infinity DQ X50 这台车在当年上市的时候 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首台 配备可变压缩 比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发动机的黑科技很多 比如说 双循环 双喷射等等 最大的马力是 272匹 最大的扭矩是 386米 可以说 整个参数在同级当中 是 佼佼着 但是呢 亮点在 动力 槽点同样也是动力 在很多媒体的实测当中 这一台 看似动力非常强的发动机 它的0-100加速成绩 居然没有跑过 沃尔沃 XC60的那台 高功率发动机 它动力很强 但是配了一个CVT的变速箱 就好把一天吐动件 给到了断誉 它的功力 没有发挥出来 这就是它这一台车的一个亮点和一个槽点 然后我身边这一台是 2020款 就在上个月刚刚上市的新款车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外观上跟老款车型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如果说你要区分老款和新款 看这里 新款全系取消了雾登 这也是外观上 唯一的一个差异 但这台车最大的改变还是在于车内的中控系统 我们去看一下它车内中控系统的一些变化 老款车型中控系统反应非常慢 然后UI设计非常的老 当时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 你看现在的新款变化最大就是在于它的中控系统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新款车型 并没有换装全液晶仪表盘 好我们现在来到QX50的后排 它的轴距是2798毫米 我现在坐在车内 头部空间的话大概是一圈 然后腿部空间的话 基本上两圈出头吧 它后排可以按比例的前后移动 这样的话给后备箱带了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这在同级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新款的QX50在直导架上跟老款保持了一致 价格是没有变化的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中控系统的变化以外 还有就是 新款全系增加了电动的尾门 现在据我们刚刚跟销售顾问所了解的 全系新款QX50它的优惠在 7万块钱左右 这样一来的话它对于一台 豪华品牌中型SUV2.0T的车型来说 性价比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高的 陆虎发现运动版 听这个名字 然后 看这个外形 它似乎是一个 全新车型 但其实陆虎发现运动版 它是上一代发现神型的一个 中期改款车型 这款车型的话它是为了印和 海外版本的那个 Discovery Sport 所以说名字也同步了 其实从它的外形 变化最明显最主要的 就在于它整个前点的设计 这个中网 然后大灯 都采用了 包括这个保险杠 都采用了跟最新发现物的那个车头的设计 然后车身侧面的话 其实基本上它能看到发现神型的影子 特别是在 C柱 这个地方是跟发现神型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到发现运动版的车尾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新的灯组 灯组内部的造型 看起来非常的独特 其实发现运动版相比它的外形的变化 其实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车内的变化 我觉得 非常明显 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到发现运动版的车内 我个人感觉这个类似 它完全可以称为全新一代车型 科技武馆这一台车做的 算是我们今天的三台车里面 我个人认为 车内的科技感 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就是这个方向盘 跟路虎揽胜 一样的这种物理的触摸的按键 首先就非常有档次感和科技感 其次呢 就是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这个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 它显示的模式有五种 这种 这种显示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接近于 奥迪的虚体驾驶座舱的 关于这一台发现运动版的车类配置 我觉得有两个亮点 是非常值得说的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它 最低配全系标配 带M2.5的空气净化系统的空调 第二点的话是它整个最低配 它也标配了比如说主动安全刹车 然后车道偏离运气 车道保持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动安全系 这两点 我个人觉得 怎么跟 XC60这么像呢 好 我们现在来到发现运动版的后排 这一台车的轴距是我们今天三台车里面 轴距最短 我们看一下它后排的空间 其实也还可以 差不多 也是两拳出头的样子 其他的话 跟前面两台车不一样的是 这一台发现运动版 它是全景天幕 整个天窗是不能打开的 这一台发现运动版 它跟 沃尔沃的XC60以及 QS50 不同的是 它全系都是四驱版本 它没有两驱可以选择 这也是路虎的标签之一 然后从这台车的物理属性来说的话 首先它的接近脚 24度 然后中间的通过脚是21度 尾部的离去脚是30度 所以说它这种物理属性就具备了更强的越野机 此外最小的离地间歇是212毫米 这个也是比较高的 射水深度最高可以达到600毫米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发现运动版的这一台动力系统 它全系是2.0D 并且它是标配了一个 48伏的一个清魂系统 这一台刚刚在3月份上市的新车 目前 它的终端优惠 你知道多少了 8万块 也就是说 30万左右 你可以选择 路虎发现运动版 你也可以选择 沃尔沃的XC60的四驱版本 挺难的 怎么选 就看你自己了